车加工完之后,咱们现在开始写 写的时候,咱们要把坐标录入方式 录入方式的时候,咱们要把坐标系改一下 车的坐标系是G54 我忘了修改了 在这里输入G54 因为咱们现在车的坐标系是G55 所以咱写的坐标系就改G54 G54之后换行 换行之后,循环加工 这个位置就变成了G54 正常的时候,车是G54 写的是G55 咱们现在先设置一下 把这个录过程走一遍 G54之后,咱们重新对刀 机器重新对刀 对刀的过程是一样 打到手脸模式 X轴推到最后 然后,吸气缸 OUT1 吸气缸输出 Z轴前进 接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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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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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位置之后还是坐标清零 坐标清零的时候 打到位置模式把坐标清零 按住对刀键按两次输入 坐标清零 咱们现在洗气缸收尾 开始读取文件 编辑程序 找到4801 然后输入 咱们现在洗气缸开始工作 编辑都是内装大 温度工程平均 编辑部分 编辑黄酱 加工完成 加工完成